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以色列书第14章 这一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到先知的面前 在前面几章的经文,我们曾经读到 先知当时是坐在以色列人的一些的领袖长官的面前 当时我们就提到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这些的长官来寻求以色列先知的意见的看法 另外一个的可能就是当时候先知其是面对必不 因为他前面所宣讲的信息 就被这些的长官给软禁 那这些长官就来去审问他或者责问他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两个情况我们都不能够确定 当时当时候以色列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然而第14章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申请告诉我们说 这些的人是来到先知那边来去求问上帝的 在第4节那边说 他们来到先知面前想要求问耶和华 但是上帝的话领到先知的时候 却是责备这些的领袖这些的长老 为什么呢? 因为申请告诉我们说 这些的人在心中设立了偶像 这是上帝自己说的 第三节 在心中 人子这些人在心中设立偶像 把自己陷在罪的盼角时的面前 难道我要听他们的求问吗? 很明显 这一群的人是外表 敬前但是内心却是敬拜偶像的 外表敬前但内心却不专义 却不来去寻求来去依靠上帝 这是这一群的领袖 这一群的长老 知道我们想起在前面的经文 特别在第八章 当时候先知被上帝的灵带到以色列的圣殿当中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他要挖一个洞 就看到当中的长老 70个长老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躲在那个房间里面 向着墙壁的那些偶像的雕像来敬拜 弟兄姐妹 你觉不觉得这两章的经文 是好像有前后呼应的感觉? 同样是长老 同样是拜偶像 有什么东西不一样呢? 一个是在意义上当中 看到以色列圣殿里头的情况 一个是在巴比伦 现实里面长老的情况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的经文的表达 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我想第一 我们能够看到 拜偶像的罪 其实原来不单单在以色列 不单单在耶路撒冷 不单单在那一群留守在耶路撒冷当中 还没有被掳的一群的人当中 拜偶像的罪也来到这一个巴比伦 纵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但是仍然心中来拜偶像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一些拜偶像的罪 显然的是 他们在暗地里做 他们以为上帝看不见 你还记得吗? 那一群的长老 七十个 他们说上帝不在这里 他看不见 因为上帝离开了 他不在这里 这一群的人 外表敬虔 但是内心却是远离神 内心拜偶像 但是却来到上帝的面前 要透过先知要来求问上帝 弟兄姐妹 这是自欺欺人 心中向往偶像 心中向往这个世界 心中向往各种的诱惑跟试探 但是嘴唇却说敬虑上帝 外表却说是敬虑上帝 仍然要坐着犹太人领袖的这个位置 但是心中却没有寻求上帝 弟兄姐妹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种的情况 内心敬拜偶像 外表却好像道貌安然 敬拜上帝这样 但弟兄姐妹 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上帝并不要求一个外表敬虔的人 上帝要看内心 上帝要看见人心中是怎么样的来去敬畏神 一个心中真正敬畏上帝 他的外表也必然活出同样的生命的本质 但是一个外表敬虔的 内在却不一定是真的 弟兄姐妹 你跟我都需要去反思 我们的内心深处 是否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 最宝贵的那个位置 让我们来去服侍他 寻求他 来去依靠他 侍奉神 敬拜神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心中 要被上帝的灵感动 来去推动的 上帝的话语要来激励我们 上帝的话语要矫正我们 要来提醒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心意当中 这是上帝透过先知 来去责备这些的长老 他向长老发出什么呼吁呢 第六节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回转吧 回转离开你们的偶像 转脸离开可争之死 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回转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换句话说 不管是在耶路撒冷 先知耶利米对当时候的领袖君王 发出的呼吁 还是这一批被掳到巴比伦 以惜这些先知 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吁 都是如此 让他们回转吧 不要留在这一个的当下 不要留在拜偶像的虚假金钱当中 回转 要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 亲爱的姐妹 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的呼吁 上帝没有放弃这一般的人 否则上帝不会透过先知 透过意向 来要对他们说话 上帝最终的心愿 不是只是想要发出审判的信息 审判的信息的后面 是要呼吁人来去回转 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也是如此 上帝呼吁这些的长老 这些的领袖来回转 当领袖回转的时候 就能够带领这些的百姓来回转 但是如果领袖不回转 那一个的灾难 那种的审判 将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段经文的后面的时候 上帝说 要有四大的灾难 领到 是什么呢 在第21节 刀剑 饥荒 猛兽 猛兽表示可能地荒凉 野兽就走出来 猛兽 瘟疫 要会降在耶路撒冷 如果人不回转 纵然有三个 以色列人重要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挪亚 但以理 跟月博 纵然这三个人在当中 也不能够拯救他们 是的 谁能够拯救不回转的人 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猜切 来到我们当中 要拯救我们 但是他也呼吁我们 要回转 天国尽了 要悔改 要回转 相信主耶稣 唯有主耶稣 能够给我们 带来真正的救赎 对 愿姐妹 但愿我们是如此地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当我们听见神的呼声 回转吧 远离恶行 我们就快快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愿神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 听见你的慈身呼唤 以致我们回到你的死恩座前 侍奉你 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